好了,我和Stanley聊聊天 先說一說市 我看到行市昨天一度跌穿過27,000 失守了一條250天線 最終都叫做守得住 究竟250天線,每個人都說要看著 究竟可以頂多久呢? 大市會不會還是偏弱的呢? 都是的,其實你可以說 以昨天的例子就是 即使你看得到 美股有一個很顯著的反彈也好 但是港股也受不了 甚至乎 昨天的時間,其實A股的表現都不差 但是港股的走勢好像 跌勢好像很未止 反映了港股投資氣氛 都還是偏向於 可能比較悲觀一點 而且剛剛你也提及到 有一個現象就是 我們說一些大的科技股 似乎不需要資金 都好像不斷沽 其實你看回一會兒 我們這個沽貨的情況 不是說昨天的 是說這一輪的時間 都有這個狀況 所以大前提就是 假設北水還是保持著 可能沽一些大的科技股的話 其實港股真的要有些 比較好一點的反彈 其實也有比較多的滯爪 而且你看得到的 你也可以說 港股在這一段時間 即使你說 剛剛提到 外面也好 這個也好 那次我現在好也好 真的完全都受不到這個狀況 所以反映了 市底也真的不算特別好 而且你說本地 港股方面 有沒有一些相對比較正面的消息 也看不到 所以雖然你說 可能昨天的時間 未試的時候 市場好像是 拗腰 上來也好 但是真的那個弱勢 我都有點擔心 還是會延續下去 而且你說 現在熱靈天線 整整整整 都去到大概 真是二萬七千一 二萬七千二到 這些水平左右 跟你說昨天的收市價比 都不是相差很遠 所以你說 未來這幾天的時間 真是你說 再下市 這個位置機會 都相對比較高 還有現在你看看這個港股的狀況 我相信 有兩個 大家比較關注的 一些參加的水平 第一就是說 嚴靈天線 就是剛剛提升到這個水平 第二就是說 上一次的低位 大概是二萬六千八到這些位置 又希望你說 就是後市方面 受得穩 因為如果一旦 連二萬六千八都跌穿了的話 我也有點擔心大市 真的可能會觸發 你可能比較顯著一些 叫是沽壓 也能的 我偷懦 就要遇上 有甚麼 按照 各位